各位東網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特備節目 我們節目主持何偉琴Piano 今天身邊的嘉賓 有很高力國際的Vincent 歡迎你Vincent 另外也有阿丁Sir 歡迎丁Sir 聯儲局加息2015年開始 已經加到第六次 到底對股市或樓市有甚麼影響 今天請來兩位跟大家拆解一下 不過到底對股市或樓市有甚麼影響 其實就很視乎 到底聯儲局會加多少次息 以及加得很快 現在大家好像外界 昨天出了那個意識結果 大家就說 喂 今年加三次而已 是否沒有懸念 今年加多兩次呢 我自己的看法 我又不是從一個股票或金融的角度去分析 我純粹是看大家的預期 當然全部人都在說加息三次 當然在我們的立場 通常都是覺得加息三次都合理 為甚麼呢 加太快的時候 其實對美國經濟是否能夠符合得到呢 也是一個擔憂 當然最大問題 其實美國是說美國 最慘的是我們 我們那個加息 不是因為我們香港經濟特別好而加息 是因為美國加息 而令到我們加息 我們就比美國更加痛苦 所以我的著眼點 就不是說加三次加四次 市場大家在說三次 我們暫時都順利三次 但那個情況就是說 最重要是我們加息的原因 是否因為我們經濟有一個好的基礎而加息 但很明顯就是我們現在的通脹 不處於一個低的水平 所以令到我覺得 而美國想加多點加快點 但都會受到通脹的頂 而令到它不能夠加太多 Vincent的解讀就是 其實聯儲局可能想加也不太敢加 因為通脹因素拖絕 但剛才開節目之前 丁sir就說大家不要那麼老定 覺得今年只是加三次 而如果細心看點陣套 今年其實是加四次的 丁sir是怎樣解讀出來的 是的 總是看東西看得太清楚 又不是太好的 可能好像現在我這樣老化 其實昨天凌晨兩點鐘 第一個突然出來 就說今年全年只是加三次 但是看下去一點 接著到霸威一說話 市場就跌下去了 原因就是人們看清楚點陣套 留意點陣套就是原本是公開市場委員會 19個有投票或是非投票的委員 去估計未來三年的息口走勢 原本應該是有19位成員的 但過去有四個空缺 所以這次點陣套只有15個成員 其實裏面15個成員 有6個成員說今年全年加三次 但有另外6位成員說加四次 更加有一位成員最鷹派一個 說是加五次 但為何媒體或是那些標題說加三次 就是因為有兩個死硬鴿派 由去年年初到現在 去年八次加上今年兩次 都是說一直不加息 即是說拉勻了15點來講 所以媒體就說加三次 其實正確點來講是加三點五次 相反來說再聽到鮑威爾裏面的說話 人們說偏鷹或偏鴿 其實兩人都不是 我覺得它變成Pokemon 你真的抓他就對了 因為為什麼呢 它裏面對加息的預期 第一句劈頭第一句就是說 加息的部份不可以太慢 第二就是對經濟的預期 譬如GDP在2.5 增長到2.9 這個都是鷹的 但是後來它為何轉甲呢 就是那些措持轉甲 因為它對稅改 對於通脹可以拉升 究竟有多少呢 裏面15個成員 很嚴重的分歧 第二就是究竟特朗普的貿易戰 你會留意到它是沒有什麼提到的 不敢說 所以變成了其實總體來說 我覺得它是Pokemon 多於鷹為一甲 好了 最重要一點就是 好像Wincent剛才說過 雀眼點不是說 聯儲局再加兩次或加三次 這個都不是重點 最重點可能是 各位可能只關心香港的樓價 或者恒指到底會升還是跌 你說那麼久 說出重點 很重要 重點就是 譬如說 經常都說港幣 留意今晚凌晨 凌時30分 特朗普就書目對話 採取強硬 關稅措施的細節 究竟是500億 600億 甚至多過600億 是對什麼產品呢 所以我剛剛今早問過 在銀行裏面做港幣的朋友 定常留意今晚零時30分 如果是多過500億 去到多過600億 留意外資可能會再試沽港幣 去到7.85 看看陳德林有沒有價好份 就逼陳德林要收出來買港幣的股美金 還有要留意7.85 一個83年回憶以來 從來沒有試過 7.75強方保證 就試過很多次 所以留意這個衝擊 是不是好像市場股 沒事的 陳德林出來買港幣 還未夾高一些短期息口 隔夜一兩週的息口 對一個月以上 即是你們做H on 那些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們出來得10億 20億 50億 下一次 明天或下星期出來 100億 200億 再加高一些 Hybo的話 就不止是Overline Tomnix或是一兩週 就會扯到一個月 所以留意這一點 其實陳仲也說可具之有 可具之有之後 其實今早早 好像見到他有一點騰體 立即開記者會說 如果去到7.85 我們就會工作 丁Sir 如果今晚真的有人事故港幣 其實金管局要出多少子彈 都是很決定性的 是的 因為在7.75強方保證 不照強方和弱風真的很不同 因為未試過 我都不敢說 做港幣的朋友都不敢說 所以每個今晚都不睡覺 等著外資真是出來沽港幣 試沽港幣 因為你晚上很便宜的 你可能出100球 200球 即是1億 2億 美金已經開始 由現在 即是現在差三十幾點子 基本上 已經去到7.846多了 普遍估計 就不應該視乎外資沽港元 他們會看到的 因為以前我做銀行 在盧頭寫在Bloomberg 說你100球 你100球 50球 我不是做500球 即是5億出來給你看 5億不夠就是10億 所以按照這次首度出來干預 那個數額 據銀行朋友估計 100至200億 美金左右 但外務儲備這麼厲害 是不是都不太擔心這件事呢 水災嘛 現在的問題不是抵不抵抑得住 你說那萬多億 當然完全沒有問題 1998年干預 含紫 都知道金管稿一定成功 但問題是信心問題 就是你干預了之後 由7.85 跌到7.8 或者7.82 然後好像過去這兩個星期 慢慢的人 因為吐飾加熱不斷 你有超過 超過一里以上的差距 就值得他們做這個吐飾活動 然後再途內 我剛才說下個星期 後個星期 一直這樣做 你每次一二百億 一二百億都不是辦法 你始終會扯高了 所謂市場利率 這個才比較重要 嗯 其實丁sir在關注 就是如果去到港會 去轉弱 金管局要去接貨的時候 到底這些錢走多快 還有走多多 這兩樣東西 但其實坊間有很多人就說 其實都不用擔心 首先因為 第一就是 剛才我們也有說了 就是水浸實在太多錢 我們不用怕 第二就是 其實現在香港的股市也好 或者樓市也好 就不是真的好看港會 譬如反而就是因為 香港你的經濟OK 背靠祖國 大家看著你的基本因素 覺得你增長好 就算你一千億走到五百億 那五百億 還有很多水位 所以其實那五百億 都未必好像丁sir說 七點八五 然後大家走光了 水浸 不知道可能是市場比 這個水浸這個概念 還壞了七八年 是 但現在其實在美國 其實去年下半年開始 感覺到 真的開始不是水浸了 嗯 但遠的不說了 但我只是想帶出一個關係 就是始終你在聯繫匯率之下 是 你無可避免 最終香港都會跟隨美國的加息 只不過短期沒有一個香港專家說 這次加息一定不加的了 起碼六月再加多四倍 來香港才有機會調升 是 這個我也不敢反對 但問題就是說 未來這三個月之內 會有發生了甚麼事呢 但我今晚究竟是對華 那個關稅的力度有多大 還有一件事 我比較擔心的就是國內之中 香港來現在所有 水浸也好甚麼都好 主要的來源都是我們做國 沒錯 現在又有大灣區有甚麼 甚至朋友說 我不知道啊 Wincent怎麼看 香港我買不起了 我買大灣區裏面 珠海啊 中山啊 那些 江門行不行 裡面很便宜 我說 裡面你未必做了按揭 第二 裡面的按揭尼裏 比例做到 按揭尼裏 香港人真的很幸福 卡住了2.15厘 裡面已經去到5.43厘 已經低了 之前是6厘 7厘也試過 現在算是低了 低我不敢說 因為最低是2016年 大概4.3厘 現在都是比4.3厘 升一百多點 但是我想說 裡面的朋友開始理解到 因為裡面那些 通常現在都是30 即是90厘 至80厘 買樓的多 借一百萬 5.43厘 10年 這樣計算 已經要還103萬利息 是 就是多過本金 原來我買了 我借一百萬要還二百零三萬的 但是香港還差很遠 你借一百萬 全期還得七十幾萬 是 差很遠 所以我想解決一件事 就是始終香港除了會跟著美國 也很多時都會跟著國內 國內的樓價 其實我相信Wincent都不會反對 尤其是北京那些 已經自去年317 這個炎控之後 房市炎控之後 都跌了接近15% 但香港同期就升了17% 兩地的差距是來擴大 我經常都很留意一件事 就是背遲 你沒理由祖國一路 五離幾 按揭息香港就維持著 2.51 入面又跌15% 香港又升17% 但留意一件事 應該是否一會再說 就是港會 好像7時8時沒有事 但你去日本旅行的朋友就知道 去年6.6 現在7.4 是啊 公的子女在英國讀大學 那些丁瑞去年9.3 現在英國11.1 你計算一下 港幣的跌幅是11%至12% 所以這個輸入的通脹 其實都很影響民生 是 趙丁sir這樣說 覺得香港今年是不是要更加 現在大家就有些估年中 有些就估年尾 你覺得何時要動手 還有幅度會有多少 我都是比較贊同年中 等6月加上一次 香港這次 應該無可避免人家都七次 你才一次 是 逢七盡則這麼好 就會加 那幅度應該不會太大 你看人民銀行過去 去年聯儲局加了三次 它都是加兩次 總共加了15點子 今早也是加5點子那麼大 還有沒有加一年期的 什麼MLF 就是逆回購 如果以人民銀行 如果以人民銀行 不過我就是比較 為何今天股市A股 臨尾會跌得比較多一些 是呀 就是說 咦 你雖然MF沒有動 但原來裡面就是聽到 我不知道Winster有沒有留意到 國內很多 尤其是北京上海那些銀行 已經停止了按揭業務 不是說機箱是你加一成兩成 即是去到5點4 5點5 是 是 你想借我都對不起 我已經 墨額滿不可以再借 反而就是擔心 現在未來的按揭利率 會升得快 人行加息的幅度 這件事 所以才令到今天 我很留意這個板塊就是內房 A股的內房地產板塊 由今年的高位已經跌超過兩成 但香港的地產股 很少 跌10% 跟著美國跟著又彈 我也是那句 內地不好香港遲早 即是香港都沒有跌過 我為何還要下來買 其實港幣跌了這麼多 就算人民幣也跌了 去年你100元港幣換到90元人民幣 年中 現在都換到80元 所以就是說 其實港幣是貶值的 不只是對美金 對外幣有些更貶得厲害 南航環 泰國珠 去旅行 大家就這麼誠心 沒錯 會不會因為港幣貶值 反而人們覺得 現在什麼貨幣都很幫幅很大 不如回到磚頭市場 起碼我看到一間樓 200呎也好 Ning Sir 剛才我們在說 200呎800多萬的東西 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會有 但是雖然大行說 香港樓市還是排第七 如果計算暴沒等等 我其實就不太同意 如果這樣計算 但是 沒錯 中國人傳統 包括國內的粉絲都是 亦都是外居外大行統計 中國人的資產有七成 四分三以上 是磚頭 外國人只有兩成半至三成 不要說德國 德國只有兩成以下是磚頭 所以都是華人的概念 概念 是的 如果樓價每年升十多二十個巴仙 我還要是將來的錢 比今天的錢便宜 他們會覺得 其實我的樓價 會賺回那個息口 所以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當然如果那個息口 很高的時候 我們就未必真的可以做到 得不常失 但是始終我們的供款 就是說 我們月供的息口 就是供息先 然後才供本 大部分都是 到了尾期的時候 其實你剩下的本金 月底的時候 本金仍然都在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概念去想 你不是供足全期 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前面大部分都是 先供了銀行的息口 所以這個要小心 另外你說 在內地買樓 很多朋友都問這個問題 好像阿丁Sir說 現在香港的樓價這麼貴 那我不如去中山 珠海 最流行的是大灣區 又說有深中降線 但問題就是說 我經常問 你是不是想去中山退休 是的 如果你有這個打算 沒有問題的 不要像我們以前 二、三十年前的人 我回去鄉下買一間樓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香港樓價貴 相對來說 我也有間樓 但原來二十年都沒什麼回 所以開頭的時候 每個禮拜回去度假 一、兩次 然後開始忘記了 忘記了一間樓 所以其實磚頭 始終跟股票、外匯 流動性是低的 你不可以說我把樓 中山一家樓搬到香港 如果你不是用的話 你又要留意到 很多地方的租金回報 都很低 尤其是內地 大部份都只有一厘到兩厘回報 兩厘都非常好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真的在那裡住 你純粹是想著等升值 那你要看得很準 Vincent不斷說 香港樓很貴 剛才丁Sir說 預計今年年中 香港都要更加一次 雖然的幅度不是很大 那你這樣說 是不是香港樓都不用怕 加息之前加了6次都沒事 就算今次香港真的更加 對於樓市的影響都不是很大 我不是因為 之前加了6次都沒事 第7次都不會有事 我不是這樣的概念 我自己覺得 香港首先說 錢從哪裡來 當然我們剛才也說過 可能因為會吐燈的問題 錢會去到美國 那一筆錢 有些錢是從內地過來的 不是說走就走的 那這一筆錢究竟有多大呢 其實有些文號在這裡 正如剛才我們提及 水浸 水浸了多少呢 如果水浸了50% 你跌10%沒問題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究竟水浸了多少 其實大部份人 那究竟什麼叫做 水浸眼眉呢 最慘也不知道 這個最慘就是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說銀行 其實大家現在的 按揭業務的競爭很大 你都看到香港銀行 其實你多過幾千宗 不是中中都要做按揭 還要大家互相爭 不是說他不想加息 但他加了之後 會不會因為我就是加了 帶頭加那個 如果沒有了一些業務 去一些中性銀行 帶銀行大家都比較 有討論 會有團結一點 大家會跟著做 但中性銀行 他可能會在這裡 搶走一些部份按揭業務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 如果美國加息 而銀行是頂得住的 什麼叫頂得住呢 如果我們曾經 我們記得以前 最低的時候 最低的時候 是加0.7%的 我經常都說 即是說銀行 拿著0.7% 都還生存黨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肉食 但起碼能生存 現在不是加0.7% 現在加1.3% 1.4% 所以我就說 這個就好像 究竟所謂 Seller Market Briest Market 誰強一點 誰的聲音大一點 是借錢的那些人 聲音大一點 銀行聲音大一點 如果銀行聲音大一點 就將成本轉價給你 但如果是 按揭的人的聲音大一點 銀行唯有暗地裡 自己蓋起來 吃起來吧 所以就說 加息對於樓岸 又是兩件事 香港可能會加息 跟隨第七次之後 第八次加息 但樓岸是否一定要跟著 其實好看業務的競爭性有多大 即是說 現在香港的銀行 怎樣都會頂壓上 我猜暫時都頂得挺辛苦 但都要頂了 會不會說有誰要去到 息差去到多少的時候 以香港的銀行才會覺得 不行 我都要開始追加 剛才也提及過 我們是0.7 現在是1.3 1.4 理論上 去到最盡的時候 可以減近多0.7 但有沒有必要 沒有人知道 要看看究竟他覺得 是否新鮮 但坦白說 你問很多銀行的朋友 按此業務 始終在香港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穩健的業務 坦白說 對比起其他的業務 即是今年的銀行繼續升 我們仍然是看好的 但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不會永遠是向好 不會是無止境的 我們一定要考慮 現在的問題引誘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說的是100年 但我們現在是20年 或是30年 所以我們看的東西 都不可以按著一兩年 因為現在炒樓 就真的沒甚麼運閒 所以Vincent 你是不是覺得 只用可以買炒樓 好不好 我猜這三四年 都已經是有這個情況 正如這樣說 現在買不買騰訊 人家現在看500元 500元之後又看600元 確實是這樣 那些樓都是一樣的 情況都是一樣的 究竟現在買不買得了樓 就是你買 可能我們看10% 可能不止 我做15% 然後可能說 搞錯 早就應該買了 那些人說 投資也值得買 那些稅也掩蓋了 但問題是 我這麼高位的時候 我不買騰訊 可不可以買別的呢 我的直駁率會不會再高一點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自用是真的買的 如果你說炒樓 其實風險真的很高 Benson就覺得樓價今年都還好企 是的 丁Sir你怎麼看呢 沒有啊 套用阿成哥說的 因為我每次阿成哥出來說話 我也很留意 我看到他去年第一次 在樓市中 第一次用跌字 今次上星期又第二次用跌字 還有這次加多一句 就是已經樓價和負擔比率脫了字 他之前沒有說過的 當然他永遠補充一句 自住是沒有問題的 你負擔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覺得 成哥 臨退休前 都好像 這次是比較意中心場 都提醒 好像Wintern說的 你炒什麼呢 住而已 中央的政策 一直說到現在 房子是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的 所以你看到北京上海 除了廣州還好一些 深圳力跌得少一些 或者二線成線還在發瘋 但是二線成線不同 就是我過這幾年 入到很多二線成市 或者收線成市 他的樓價真的很便宜 那約百多萬人民幣 已經買一套百多瓶 即是千多呎 但是現在已經去到 去年開始 咦 再沒有百多萬 就是那個制度了 然後去到二百多萬 三百萬 那兩位大學生 只有六七千元人民幣 怎樣負擔得起 尤其是入面的案企業 都提高了首付水平 沒錯 所以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什麼 要沒有楊威 某博士說 要帶媽媽出來 接受傳媒訪問 不怕了買了買了 但是如果帶著爸爸出來 就已經爸爸死死氣了 這樣說就很辛苦 對面的情況一模一樣 所以我自己比較保守一點的樓價 雖然我又不是做房地產 好像Wincent是專家 但是如果我看回 相關的板塊 尤其是內房股A股 由高位7100多點 跌了20% 剛才我提到過 你要看有沒有能彈 是彈不起 好像沒有那樣彈不起 完全是無力的 你要留意到 其實原因就是說 無論新一任的內閣 新的習近平的班子又成了 人行有一個新行長 很多監管機構的行長又換了 但是所有行長領導 都是維持完去年原用的 很多監管政策上 是完全沒有寬鬆的這兩個字 都是繼續收緊的 所以這件事 我相信就算在香港水浸 或是Wincent 不知道浸下浸下 變成水浸眼眉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是 Wincent 見到朋友問你 買一個樓 可以嗎 其實近期很多人買東南亞 坦白說 泰國是其一 接著越南柬埔寨 這三個地方都是很熱 還有再遠一點 就是去到菲律賓都有 但菲律賓的市場 風險暫時比較高 但始終為何這樣說 一帶一路 大家都買一個概念 或者為何人去買泰國樓 或者買越南柬埔寨 我仍然覺得大部分都是回到以前的心態 我買不到這裏 我就買那些 阿XX 那些 或BIGXX 那些 那些 那些樓盤 因為那時香港 買一間樓也要幾百萬 但買那些可能是二三十萬 就買到 即是十分一價錢 其實現在買泰國樓 如果你說買Bankot市中心 當然問題不大 但其實很多地方都在發展 我們建立沙中線 搞了十年八年 我們建立高鐵 也不超過十年 那你說去泰國買一些項目 又不是市中心 又是預計有遠期發展 我估計第一件事要小心 就是那些遠期發展是否落實 第二件事最重要是看 香港的發展商其實很穩健 穩健不是因為他們有錢 那麼簡單 我們的制度保障沒有爛尾樓 其實做得很好 在地契上已經做了 又或者是在律師公會那邊去做 但是在泰國或者外國都是 很多發展商都是第一次建樓 那要小心 第二件事就是你買樓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要你繳的首期 是分很多期去付 例如越南 泰國 有些是分八到九期 因為地盤一塊平地 就開始收你錢 爛尾樓的機會更高 因為我收了你兩三次錢 我都不用做事 怕樓又離開了 所以這些事情 而且在泰國買物業的時候 你並非本地人 是否可以持有100%的業權 是不行的 這些全部都是要考慮因素 所以你問我 剛才都說了 如果你將來找一天 你覺得如果我真的要退休的時候 我會去泰國住的 縱然你說樓真的不是很值錢 我都可以自己住 我覺得意義大一點 只要你買固定資產 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不是各個地方 都對香港人口密度那麼高 如果人口密度不是那麼高的地方 那個固定資產的升幅 以往都不是真的那麼大 變成你有心理準備 如果是賣不出 或者不是怎麼升的時候 你是要有用才行 還有一點時間 當然要問丁sir的股市 因為看到今天的恆子 最初是想著它升到 高開到160點 沒有事了 就是加息 誰知道之後 倒跌了200多點 現在的跌幅又收窄 是否又不看了 恆子 看 就是恆子將加息的因素 完全放在一邊 反而是看企業業績 好像騰訊或者中央黨 都宣佈了業績都OK 但我是不是說過股 我不想評論 先說恆生指數 留意過去上個星期 本來連續有7天都是低開高收 是的 但昨天開始又不是 就高開低收了 在騰訊公布業績之前 今天又一高開又暫時 暫時都叫它低收 是的 但是我想始終我都是 你說我技術派又好 基本派又好 我甚麼派都是 我甚麼派都不是 其實我又是變成Pokémon 又不是鷹又不是鴨 所以想說 其實我都在幾個媒體上 好像包括東風 他們都說過了 恆子今年在6月下一次加息之前的 下跌目標27,500 像是有點修正 因為昨天高了100點 不是31,800 而是319,700 所以變成很簡單的波浪理論 334,84 292,19 再升分319,700 再施浪跌下去 就是27,600 所以你說27,600 其實有沒有那麼多 其實有樓幣不是很多 股市又不同 樓價不動產 股市因為香港是全球資金 最自由進出的地方 你說水浸水浸 為什麼會跌到27,600 其實你留意一下 當金管局出來干預了幾次之後 如果大陸泡沒有什麼特別 萬春部600億或500億 中國一向就是 一直都沒有採取任何報復措施 到現在都沒有說過 很冷靜 很冷靜 但我就很害怕這件事 你越不出聲我就越害怕 如果習近平一叫王岐山 或者劉鶴那些志郎團 怎麼做 報復 一報復下去 因為資金一回到美國 香港就不會再出現水浸 就有機會跌下去27,600 趁這個節目完結之前 最後一條問題 想問兩位 就是如果被你選擇 現在美國進入加息週期 買香港的股 還是買港樓 丁 剛才呢 我就一定買股了 不會扭的 一來買不起 留意一下 通常在加息週期裡面 那個幅度不是像以前那樣 七八里加到十幾里 因為由一零 未來兩三年才加到三里 現在都是1.5里 相對部分的高收息股 只是便宜 拿來買這些公用股 好啊 那Vincent 如果你是連一間樓也沒有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必須要買 自己那間是不可能不買的 尤其是香港的環境 否則你會發現 每一年被業主踢你一次租 你會很痛苦的 這是實用性問題 如果你說 我有多餘的錢再買 也不會去買 未必會買第二間樓 如果你今天去做這個決定 也不是叫你去買 第二間車位 或者第三間廠 一件事是一樣的 但是之前我們還會叫人買房地產信奪基金 但是加息底下 房托基金的表現沒有以前那麼吸引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說要買 就像丁Sir這樣說 那些藍籌股有什麼可以買呢 公用股當然是好像很吸引 但是升得很慢 如果你說要買 我仍然都是看科技股會比較好 還有醫療股 你給我選擇的話 多於去考慮其他房地產股 或是房地產信奪的股 是 好啊 今天謝謝兩位 謝謝丁Sir 謝謝Phamson 下期我們股台Mastermind 還有沈大師在這裡 遲些再見 拜拜 拜拜